你见过五岁就能生孩子的女人吗? 你又见过能生孩子的男人吗? 这是全世界最强的十个超级孕妇 她们的出现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 大家好,我是解说员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下 世界上最逆天的十名孕妇 排名第一的这个 竟然一口气生下了69年小孩 她所创造的世界纪录 至今无人能破 第十名,八宝胎妈妈 这不禁让人为纳迪亚担心 十四个孩子 作为一个没有工作的单身母亲 她如何保障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如今十年过去了 她和她的孩子们生活得怎么样呢? 十年前,纳迪亚 苏莱曼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当时她已经33岁 单身,没有工作 住在美国加州的一间公寓里 在依靠人工受精成功受孕 度过漫长的孕育期后 2009年1月26日 她在加州凯撒医学中心 接受了抛宫产 生下了六名男婴和两名女婴 成为当时全球第二位 成功生下八胞胎的母亲 据当时街生的医院透露 八胞胎比预产期早九个星期降生 属于早产 她们中间最轻的只有680克 最重的1.47公斤 刚出生时 最小的两个婴儿呼吸系统尚未发育成熟 还必须依赖呼吸机 为了区分他们 院方按照出生顺序 以IH字母号牌辨识他们 接生小组的医生回忆说 最初他们以为只有7个胎儿 只部署了46名接生工作人员和4个产房 每当一个婴儿诞生后 护士就会把她送到另一个产房 由婴儿护理组进行检查处理 然后迎接下一个婴儿 当第八个婴儿被发现时 所有医生都很意外 产妇和胎儿部主任亨利医生说 当你估算只有7个婴儿时 极可能会将余下一个 遗留在母亲的子宫中 因为超声波不会显示 全部婴儿的存在 不过还好他们发现了她 很快媒体发现 英雄母亲纳迪亚 苏莱曼除了这八胞胎 还有六个年龄 从两岁到七岁不等的孩子 而且这些孩子 也是全是世管兽孕所生 他为什么生那么多孩子 他靠什么养活这些孩子 谁给他们完整的关爱 美国民众的争论异常火爆 八胞胎的外婆也非常烦恼 抱怨女儿实在无理取闹 为了照顾之前的六个小孩 她已经忙得焦头烂额 如今又多了八个 而且她还爆料 十四个孩子的父亲 就是女儿的男友 但是他俩就是不想结婚 对于公众的质疑 纳迪亚说 她本人是独生女 渴望一个大家庭 来消除自己始于童年时的孤独感 孩子回家几天后 纳迪亚推出了八胞胎的成长记录网站 并在上面放上了捐款支付链接 和现金邮寄地址 希望公众提供捐助 用于养育她的十四个孩子 这一举动招致一些人质疑 认为她有利用子女敛财之嫌 接着又有人爆料 八胞胎的分娩和产后治疗费 高达150万美元 这笔钱也是由国家医疗福利体系承担 此前 纳迪亚和她的六个孩子 与母亲住在一幢1550平方英尺的房子里 全家的开支 全靠她的父亲 一个在伊拉克从事翻译工作的老职员承担 她的母亲曾在2008年时申请破产 因为投资房产 负债100万美元 不过当纳迪亚生下 八胞胎不久 她就撤回了破产申请 而且还清了债务 八胞胎轰动一时 纳迪亚因此收到了海量的采访要求 为此 她专门聘请了经纪人 据两名经纪人回忆 当年他们每天收到的采访要求 多达200分左右 其中不仅有新闻报道 还有图书出版 电影及电视题材拍摄 这些采访收入 初步估计在200万美元以上 最初 纳迪亚面对质疑 曾声称 不靠政府救济金养活14个孩子 但直到今天 他们一家人 仍然领着不菲的国家福利 为了让孩子们生活得更好 纳迪亚除了接受收费采访 还曾和好莱坞制片商洽谈合作 将14个孩子的成长经历 拍成真人秀节目 仅此一项 即到手100万美元 如今 八胞胎已经长成了 10岁的少男少女 他们健康活泼 聪明可爱 都在当地学校 接受良好的教育 近日 英国一家电视制作公司 又找到纳迪亚 打算每年为她和她的14个孩子 拍摄纪录片 一直到八胞胎年满18岁 支付的报酬自然不菲 这又引发了众多声讨 认为纳迪亚总是影响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 把八胞胎当成摇钱树 来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欲望 第九名 男性孕妇 这个挺着大肚子的男人 名叫托马斯 比蒂 实际上无论从科学层面和生理层面来讲 男人怀孕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比蒂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 因为她20岁以前都是女儿身 名叫特雷西 拉贡蒂诺 是一名女同性恋 为了和自己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 20岁时她选择了变性 但是她在变性的时候 选择将自己独有的女性生殖器官 保留在了体内 并没有摘除 但是在法律上 比蒂得到了男人身份的认可 并在2003年 和自己相恋多年的女友南希 完成婚礼 婚后 二人非常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孩子 由于南希曾接受过子宫切除手术 无法完成生育 在几经思考之后 决定由具有生育能力的自己 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比蒂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 如愿怀上了孩子 并于2008年6月 顺利产下一名女婴 比蒂因此成为全球首位孕妇 她的事迹 登上各大报社的头版头条 一夜之间轰动全球 其实她在之前就已经怀孕成功 但由于是公外孕不得不放弃 直到07才成功再次怀孕 并成功分娩 之后的几年里 比蒂又用相同的方式 生育了两个男孩子 在第三个孩子成功分娩后 比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说 自己将准备切除自己的子宫 因为每一次怀孕的时候 为了肚子里孩子的健康 都不得不中断雄性激素的治疗 而长期以往 自己的身体就出现了巨大的压力 各种并发症和副作用 让她痛苦不已 2013年 比蒂和南希 由于感情问题 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感情生活 但由于在法律上 对于变性人婚姻的障碍 离婚受到了阻碍 直到2015年年底 两人才完成了离婚程序 期间两人都表示愿意 共同拥有孩子的抚养权 后来 比蒂爱上了孩子们的幼儿园园长 安布尔 并于2016年年初 两人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结为夫妻 从此一家五口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第八名 双重怀孕 在美国亚拉巴马州 有一位32岁的 名叫凯尔西 哈吉尔的女子 她拥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凯尔西的生活 本来平淡普通 然而 一份独特的恩赐 却让她成为了一名特殊的母亲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凯尔西就拥有了一个 与众不同的生理特征 她有两个子宫 是的 你没有听错 不是双胞胎 不是一碗同胞 而是两个子宫 这种情况在女性中非常罕见 只有约0.3%的女性 会有这种生理状况 然而 凯尔西并没有因此感到特别 直到她发现自己 同时怀上了两个胎儿 当凯尔西得知这个消息时 她惊愕不已 她回忆说 医生告诉我 我同时怀上了两个胎儿 而且 他们分别位于两个子宫中 她告诉我 这种情况仅有五千万分之一的几率 听到这个数字 凯尔西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随着孕期的进展 凯尔西的肚子开始显现出两个孕囊的形状 虽然有些奇特 但两个宝宝都发育得非常好 当她平躺下来时 孕肚的中间部分甚至会凹陷下去 这是因为两个宝宝的位置相对对称 凯尔西除了两个子宫外之外 还有两个子宫颈 如果一个子宫开始收缩 而另一个子宫没有收缩 那么这对双胞胎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出生 从技术上讲 他们的生日可能相隔几天甚至几周 不过 医生可能会干预这种情况 目前 这两个女婴的预产期是圣诞节 终于 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之后 两个宝宝终于降生了 他们健康可爱 没有任何缺陷 当凯尔西听到宝宝的哭声时 她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她知道 自己是多么幸运的一个母亲 能够拥有这样一对珍贵的宝宝 现在 凯尔西和她的宝宝们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他们的故事 不仅让人感到惊叹 更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奇迹和爱的力量 第七名 最老的孕妇 在很多人看来 一个女人最好的生育年龄 在20岁到35岁之间 如果过了这个年龄 就会成为大家眼中的高龄产妇 这时候生育对于大人来说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在印度 有一名高龄74岁的妇女 已经停经30年 在当地时间6日 剖腹产下一对双胞胎 成为全世界最高龄的产妇 这名老妇 与80岁的丈夫结婚57年 一直没有孩子 直到去年通过人工受精 才在今年成功怀孕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74岁的曼加亚马 与丈夫结婚57年以来 一直都想要个孩子 随着时间慢慢流逝 始终未能如愿 曼加亚马早已过了更年期 这对屡战屡败的可怜夫妻深知 要孩子的计划 已经没有可能性 不过让他们重新燃起希望的是 55岁的邻居通过试管成功怀孕 夫妻俩也决定 通过这种受孕方式试试看 经过多年的不限努力后 曼加亚马终于在今年1月 如愿以偿地怀孕了 当地时间本月6日 曼加亚马在当地的生殖医学中心 通过剖腹产 生下一对女婴为保险起见 目前暂时住在重症监护室修养 如此高龄女子成功分娩的案例非常罕见 阿哈亚生治医学中心医师乌马山表示 当时医院得知曼加亚马想要尝试人工受精 她也没有糖尿病及高血压病史 所有医学测试都证明她有机会怀孕 医院便决定赞助部分费用 替她一元生子梦 因为曼加亚马已过更年期 医院采用另一人的卵子 十分幸运的是 曼加亚马在第一个经期就成功受孕 医院要求曼加亚马从怀孕开始 就立刻住院观察 避免任何并发症发生 心脏科 胸腔内科 妇科与营养师 全天候带命照顾曼加亚马 最后在预产期内进行剖腹生产 曼加亚马终于拥有亲生的双胞胎女儿 她非常开心地说 再也没有人可以取笑她 生不了孩子了 第六名 最矮的孕妇 美国有一位仅0.7米高的伟大母亲 挑战身体极限 打破了医生的预测 生下了三个孩子 斯黛西来自肯塔基州 天生患有一种名叫 先天成骨不全症的疾病 成年后 身高只有0.7米 她在一家超市工作 2000年遇到了高大帅气的威尔 她对斯黛西的勇气表示敬佩 2005年 两人结婚 生活幸福 尽管斯黛西的身体状况特殊 家中大部分家务都由她承担 斯黛西看到其他家庭父母和孩子玩耍 心生羡慕 决定为丈夫生儿育女 但丈夫和医生都反对她冒险 担心她的生命危险 医生甚至断定她无法生育 因为她的身体非常脆弱 无法承受怀孕的压力 尽管遭到多方反对 斯黛西坚定决心要生孩子 经过一段时间 她成功怀孕 并艰难地生下了大女儿 然而 医院检查发现女儿也患有先天成骨不全症 这种疾病发病率极低 危险性高 患者骨骼脆弱 容易骨折 尽管如此 斯黛西还是决定再生孩子 希望能有一个健康的孩子 大女儿就是她用生命换来的 尽管女儿也患病 但她依然渴望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 后来她又生下了二女 这个孩子出生后 外表和正常孩子差不多 体长46厘米 让父母渐渐放心了 后来经过检查 身体各方面的指标也都完全正常 斯黛西终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 得知消息以后 斯黛西忍不住热泪盈眶 感慨小女儿可以照顾大女儿一生 丈夫也觉得这是上天送给她的礼物 2009年她又怀孕了 这次生下的是个儿子 出生后就查出患上了先天尘骨不全 夫妻两人虽然有一点伤心 但也在意料之内 两人还表示 以后会尽可能地生更多的孩子 但到了2018年 44岁的斯黛西却因病离世 只留下了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 自从斯黛西去世之后 威尔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威尔要独自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 其中两个还是残疾人 这让她不堪重负 于是威尔染上了毒瘾 她经常会出入于戒毒所和警局之间 如今这三个孩子中只有二女儿 外观和正常人一致 她的姐姐和弟弟已经出现了症状 经常骨折 每次外出都需要人抱着 斯黛西的两个女儿 现在被社会福利机构进行救助 这样一个结果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 但是又有一些必然在其中 威尔和斯黛西的婚姻 本来是受到很多人的祝福的 他们的坚强乐观 真的打动了很多的人 但是也许正是斯黛西这种盲目的乐观 却害了一家人 而威尔作为一个丈夫也没有尽到职责 明明知道双方患病的几率高达50% 还是冒险生了孩子 其实这真的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做法 不仅如此还要连生三个孩子 只是两个孩子都有严重的先天疾病 并且斯黛西也在4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其实父母不只是有养育孩子们的责任 还要为他们负责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身体 就是对孩子的责任 有的时候自我感动 自我乐观 真的很可怕 年龄最小的孕妇 1939年5月14日 毕鲁一家医院的产房外 记者们人头攒动 因为就在刚刚 一位产妇通过剖腹产生下了一个男婴 婴儿重五斤四两 看上去和其他的孩子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个产妇只有五岁 这位被称为是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产妇的女孩 名叫丽娜 麦迪娜 1933年9月 出生于毕鲁卡斯特罗维雷纳省的一户农村家庭里 她的父亲是一名工匠 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 家里除了她之外 另外还有八个兄弟姐妹 根据她母亲的描述 丽娜在刚过完五周岁生日后 家人就发现她的腹部长大了起来 起初她们并没有很在意 但是随着丽娜的肚子越来越大 父母担心其女儿的性命 于是便带着丽娜去医院就诊 来到医院后 最初医生的诊断是肿瘤 考虑到孩子的年龄太小 院长安排了医院里肿瘤科的专家 罗扎特医生来为她就诊 在进行了一系列常规诊断后 罗扎特医生发现 丽娜的病情与以往接触到的肿瘤有些不同 于是又给她拍了X光片 可等结果拿到手后 罗扎特医生差点惊掉了下巴 因为这小女孩根本就没有得病 她是怀孕了 而且肚子里的胎儿都已经七个月大了 诊断结果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罗扎特医生也感觉到 这是非比寻常 立马质问起丽娜的父母 在医生的追问下 母亲透露丽娜在三岁时就已经来月经了 但对于丽娜为什么会怀孕 他们表示一无所知 孩子的父亲是谁 罗扎特医生不敢往下想了 他决定打电话报警 警方首先逮捕了丽娜的父亲 怀疑她乱伦和虐待儿童 但后来又因为证据不足而将其释放 随后警方将目光锁定在了丽娜的一名 患有精神疾病的哥哥身上 但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出什么有用的证据 毫无思绪的警方 只好将最后的期待放在了丽娜本人身上 希望能从她嘴里问出些什么 但由于丽娜当时只有五岁 根本就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所以自然也回答不出警方提出的问题 案件到此似乎陷入了僵局 但此时丽娜的身体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 因为她年龄太小 骨骼和骨盆发育都不成熟 无法自然分娩 而最后两个月胎儿的快速生长 又需要大量的营养 这些都会导致丽娜和肚子里的孩子 随时都有可能母子双亡 考虑到这一点后 医院决定尽快将她肚子里的孩子取出来 于是就在丽娜五岁七个月零二十一日这一天 医生对丽娜进行了剖腹禅手术 手术很成功 母子健康 丽娜的父母给这名男婴起名叫杰拉多 取自于罗扎特医生的全名杰拉多·罗扎特 已对她表示谢意 因为五岁女孩生子的故事太过于离奇 媒体们分涌而至争相报道 他们称呼丽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妈妈 在孩子出生后 父母告诉丽娜 婴儿其实是她的弟弟 小时候的丽娜对此也一直深信不疑 直到中学时代她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对于丽娜事件 科学界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解释是姓早熟 但这一观点遭到了质疑 因为丽娜的姓早熟年龄 远远低于已知的任何案例 另一种解释是寄生胎 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疾病 但目前还没有能够证明这一观点的确凿证据 第四名 世界上最胖的孕妇 如果吉尼斯世界记录 有一项最胖孕妇记录的话 那么现年34岁的俄罗斯妇女 诺娜莫娃 将毫无争议地成为该记录的创造者 在分娩前 诺娜莫娃的体重就已经达到了500斤 500斤的体重让诺娜莫娃心动困难 并且也没有人能够搬得动她 在分娩前夕 诺娜莫娃的丈夫没办法 只好求助救护车 才合理将诺娜莫娃送进了医院 整个分娩过程十分的顺利 母子平安 但是当医生抱着孩子给丈夫看的时候 丈夫整个人都不是那么好了 由于诺娜莫娃体型过于肥胖的缘故 只使体内的宝宝营养过剩 一出生体重就高达36斤 相当于5岁孩子的体重 并且她的存在也刷新了世界记录 这娘俩一个是世界最胖的孕妇 一个是世界最大的婴儿 第三名肚子最大的孕妇 据有关数据显示 世界上怀孕肚子最大的孕妇 是位名叫安妮塔亚夫塔的印度妇女 在她怀孕至40周的时候 安妮塔的肚子维度 就达到了难以置信的178厘米 要知道正常孕妇在这个阶段下 肚子的维度大多都在100厘米左右 安妮塔此时的肚子 足足是正常孕妇的两倍左右 远远看去 安妮塔就像是怀中抱着一个大气球一样 看起来十分的瘆人 安妮卡的肚子之大 就连当地的医生也没有见过 为了确保婴儿能正常的出生 于是医生对她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查 但好在安妮卡身体指标一切正常 在几天之后 安妮卡成功地产下了一名女婴 看完了这个世界之最的记录 解说员不得不感慨 在孕育后代的过程中 女性身体所展现出的惊人承载能力 第二名 九胞胎妈妈 你不会真的以为 八胞胎就是人体的极限了吧 下面要介绍的这位孕妈 可谓是人类史上的奇迹 摩洛哥 这个神秘而迷人的国度 最近掀起了一阵惊人的轰动 二十六岁的哈利玛 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因为她在今年五月 担下了九个可爱的宝贝 这一数字创下了世界纪录 而这九胞胎更是女男成比例 五个女孩和四个男孩 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幸福与挑战 哈利玛以她华丽的笑容 和深邃的眼神 接受了外媒的专访 她坦言 尽管这九个宝贝都非常健康可爱 但是每天的日常开销 着实令人咋舍 她透露 为了照顾这庞大的家庭 每天至少要使用一百片尿布 消耗约六公升的奶 这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 已经让他们家的开销 超过了一百万英镑 据综合外媒报道 哈利玛是在今年五月五日 医院里淡下这一惊人的九胞胎 打破了2009年一位产妇创下的八胞胎世界纪录 这些宝贝们在诞生时都身躯鲜弱 体重只在五百克到一公斤之间 因此 他们被转移到了重症监护室的保温箱中 接受着专业的医生和护士的24小时全天候照顾 哈利玛的故事打动了整个世界 她不仅刷新了人们对于生育能力的认知 更让人们见证了母爱的伟大与奇迹 她和丈夫共同面对着这个庞大的家庭 日夜不停地为孩子们的需要劳累着 却从未抱怨过半句 哈利玛来自一户普通的家庭 她在剖腹产前才发现自己有九个孩子 这个惊人的发现令她彻底震惊 因为她原本以为自己只能满怀喜悦地迎接七个婴儿 当孩子们在温暖的娇阳下咕咕坠地时 哈利玛的脑海中涌现出无尽的疑问 她清楚地意识到她身体内发生了什么 就像海浪一样源源不断地将宝宝们从她的身体中涌出 令人钦佩的是 尽管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哈利玛仍在不断地恢复中 她每天都会花费约三十分钟的时间 两次探望她的九个孩子们 试图与他们建立联系 这段短暂的时间 足以让哈利玛感受到母爱的强烈连结 第一名 生育彪兵 人类的双胞胎甚至是多胞胎并没有那么常见 一般情况下 独生子女出世 并且大多数时候 一生只生少数几个 甚至是只生一个 毕竟养儿育女是需要耗费很大精力的 可是在18世纪 就有一位俄罗斯农夫刷新了世人的认知 一生产下了69个孩子 他的故事引起了厚人激烈的讨论 很多人都说这是不可能的 但也有比较多人说 这是吉尼斯世界记录 记录在册的一个事例 不会是假的 据悉 有一位于1707年出生在俄罗斯舒亚的农民 名叫费奥多 瓦西里耶夫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瓦伦蒂娜 一生当中产下了69个孩子 是目前世界上保有记录 生产最多的母亲 根据1782年2月27日 尼克尔斯克修道院报告 瓦伦蒂娜在1725年 至1765年之间总共分娩了16对双胞胎 7对三胞胎以及4对四胞胎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量 另外 这一位名叫费奥多 瓦西里耶夫之后又娶了第二任妻子 之后又生了18个孩子 也就是说瓦西里耶夫一生当中拥有87个孩子 当瓦西里耶夫的妻子 生产的这些故事传出去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75岁的健康老头 不过这件事情最让人难以相信的是 在几百年前的环境中 没有现代医学的支持 能够生下这么多孩子 简直不敢相信 并且根据记录在册的信息看来 这69个孩子有67个 在婴儿期的时候完全生存下来 瓦西里耶夫那夫妻俩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因此在生育了这么多子女之后 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正当他们不堪重负的时候 当地政府考虑到他们的现状 给予了经济救助 因此每月都可以到政府领取救助金 看完这个记录之后 网友纷纷感叹 俄罗斯不愧是战斗民族 连女人生孩子都像是开了外挂 更有网友调侃道 这完全是生了个幼儿园的节奏啊 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 非常少见的怀孕经历 你们准备好了吗 91岁老胎意外怀孕 X光片上胎儿成熟四肢完整 专家直呼奇迹 面对这一破天荒的事实 而女们一个个目瞪口呆 神情崩溃 家里更是被左邻佑射出着几两骨骂 不知羞耻 那么问题来了 这91岁的老胎是如何怀孕的 孩子的生父又到底是谁 就在谣言传的满天飞时 一条更为惊悚的消息不禁而走 黄老胎肚子里的是一个鬼胎 真相究竟如何 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名叫黄义军 出生于1916年 在家乡四川省青神县 是鼎鼎有名的老神仙 人送外号黄老太 自从丈夫四十岁过世后 她便独自一人拉扯大几个儿女 屋里屋外操持得井井有条 不久前 孙女诞下离队双胞胎 如今的她 可谓是四世同堂 而孙兆熙 耳不聋 眼不花 羡傻旁人 然而没想到 天有不测风云 一场意外 打破了这难得的平静 某天下午 黄老太照常在院子里摘菜 就在上台阶时 脚底一滑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下一秒 儿子罗炳文 赶忙搀扶起老太太 嚷嚷着 就要送她去医院瞧瞧 谁料被老太太给打断了 没啥事摸点药酒 躺一会就好了 儿子明白 母亲这是心疼钱 于是骑着三轮车 把她送到了村里的诊所 简单地包扎了下 就回家了 可谁料三天后 老太太的伤飞 但没有消肿 整个人变得精神恍惚 连饭都吃不下了 咱妈不会是怀孕了吧 婆婆的变化 也没逃过儿媳的眼睛 她作为一个过来人 小声地嘟囔了两句 别瞎说 哪有90岁的人 怀孕的第二天 老太太并愈发严重了 肚子胀 吐酸水 整个人虚弱无力 眼见于此 儿子罗炳文 不顾母亲的反对 当即把她送到县医院 没诚想医生掀开衣服 下一秒愣在当场 只见老太太小父 已经完全突起 这很明显 就是怀孕症状 马上安排B超X光 15分钟后 结果出来了 看到X光片的一瞬间 医生差点没瘫倒在地 只见一个胎儿躺在腹中 浑身发育成熟 再看老胎儿女们的脸色 一个个目瞪口呆 犹如晴天霹雳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但儿子罗炳文嚷嚷着 要讨一个公道 与此同时 村里也炸锅了 91岁老太也能怀孕 而且X光片上 胎儿发育成熟 四肢完整 面对着一颇天荒的事实 儿女们一个个呆若目击 半天说不出话来 很快这个消息便传得人尽皆知 村民们指着罗家人的脸 大骂他们败坏门风 臭不了脸 而黄老太作为始作俑者 更是受尽的乌言晦语 因为她的丈夫早在五十年前就过世了 很明显肚子里怀的是个野种 可问题来了 91岁早就过了绝经的年纪 怎么可能还能怀孕呢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是 一条谣言不进而走 老太太怀胎不是人 而是鬼胎 长大后会啃食人血 胃祸作乱 眼瞅着各种谣言传得有鼻子有眼 黄老太终于坐不住了 面对镜头 老人抓住大儿子罗炳文的手 颤抖到本来这个秘密 娘打算带进棺材里的 肚子里的娃不是别人的 是你亲弟弟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无不面面相觑 这一切还得从六十年前说起 那一年夏天 三十二岁的黄老太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按理说孕妇应该静养 可彼时正值国家艰难之际 为了养家糊口 她依旧没日没夜地在田里劳作 回到家还要照顾父子俩的衣室起居 终于泪倒在了床上 某天她的腹部传来了一阵剧痛 掐指一算 刚好到了临盆的日子 可谁料丈夫不在家 只有五岁的罗炳文守在母亲身边 等到被人发现时 黄老太已经汗流如注 面色苍白了 更要命的是 因为住在大山里 来往县城只能靠渡船 就这样 黄老太忍着撕心般的痛 终于挨到了医院 可没成想 医生的话让夫妇俩当场傻眼了 当天夜里 医生告诉黄老太 肚中的胎儿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听闻此话 两口子心如刀脚枯 得上气不接下气 然而下一秒 却被告知需要立即手术将死婴取出来 否则一旦腐烂 将危及母亲生命健康 准备120块吧 对于这个天文数字 老太太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回家后 她也曾找过一些偏方 想把孩子从肚子里弄出来 结果全都无济于事 久而久之 便在忙碌中淡忘了此事 直到这一次 脑袋沸沸扬扬 人尽皆知 听完了黄老太的故事 儿子和医生们都呆住了 一个死婴在肚子里呆了60年 这怎么可能 带着疑惑 专家又给老太太做了一次检查 结果离奇的一幕出现了 胎儿并未在子宫内生长 而是存在于老太太的腹腔内 也就是俗称的宫外孕 由此解释了 为何当初试了那么多偏方 依旧没有将它排出来 可问题来了 即便是宫外孕 一旦腐烂 也会让母体感染 但为何在过去的60年里 黄老太安然无恙呢 经过反复研究 专家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当初在前往医院时 黄老太发生了羊水澡破 一路的颠簸挤压 导致气体和液体早已排干 等坐到手术台上时 胎儿的周身只剩下一层薄膜了 阴差阳错间 形成了一种无氧无菌的环境 之后的时间里 黄老太一点点吸收了胎儿的营养 以至于腹中的死鹰 仅剩下了一堆骨骼 类似于我们所常见的动物标本 再然后经过概化 完美地保存在了母体内 至于当初的恶心呕吐 并非怀孕所致 而是意外跌倒 让胎儿在腹内发生了一动 不小心压迫着神经 至此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但因为老人家太过脆弱 再加上死鹰情况特殊 并无威胁 医生并不建议手术取胎 与此同时 各种流言蜚语也不攻自破 老太太一家 终于可以回归正常生活了 听完了黄老太的故事后 有网友表示 虽然孩子没有生下来 但在六十年里 母子朝夕相处 日夜作伴 何尝不是另一种守候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解说圆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